看一下有關那個要怎麼樣幫我查資料 查詢資料比如說查詢地址 住在哪裡的 會員也許這裡面有很多會員資料 那我這邊多一個叫地址查詢 那也許我們的功能大概這樣 按下那個 地址查詢然後會顯示輸入那個關鍵字 比如說他是住在 哪一條路上的 比如說也許仁愛路 忠孝東路 和平東路 等等的 那比如說信義路好了 假設這個 OK信義路上面 好 按下信義路之後的話呢 也許我們的需求大部分都這樣 希望他能夠自動幫我把 查到的結果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幫我把它放過去 按確定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多一個信義路了 那資料呢就全部都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做什麼呢 郵寄 比如說寄 那個什麼 合併列印 然後直接把那個資料寄給他 就很快就可以 再做一個 Word的一個合併列印 然後 把它輸出就可以直接寄 拿去寄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做出來的 不過有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如果說地址查詢的時候 假如說呢 我剛查了信義路 如果我再查信義路的話 信義路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 這邊已經有一個名稱了 這邊又有一個樣的名稱 那 可能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在工作表裡面呢 你不能有同樣的名稱 所以 這邊的話 我是 模擬出一個狀態了 就是說 我會把舊的刪掉 再 查一個新的 因為你可能第二次查詢的話 以使用者來說 他可能會是 需要有個新的data吧 他也許前面的資料已經又更新了 那你之前查的結果不見得是最新的 所以喔 我這邊處置的方式是 把舊的刪掉 再查一個新的 OK 那怎麼做 這邊按確定 各位可以發現 會跳出一個要不要刪除 然後刪除 好有沒有 刪除完之後又重新 再增加一個 這個是 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城市如何撰寫 其實這個地方的撰寫方式 不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城市 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完成的城市碼 這麼長 從這裡到這裡 那你想說這個怎麼產生的呢 基本上 都是用聚集錄製的 這邊都是用錄製的 這沒有 沒有一行是自己寫的 那你要怎麼錄製喔 從這邊 第一個動作 選舉A1 篩選 應該知道篩選吧 然後篩選給他一個條件 也許你是什麼什麼 中校東錄之類的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新增的工作表 重新命名 然後貼上 欄位調整一下 再切換回原來的地址 再取消篩選 游標再放在A1 把它錄下來 然後做一個修改 所以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這樣 錄製聚集 給他一個名稱 KH加地址查詢 按確定 取消一下 游標先不要放A1 因為我等一下要點A1 OK 好 然後 最好你先彩排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一定會錄錯的 這個 真的因為 錄製聚集 其實我們時間沒那麼多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你們要自己去 多練習幾遍 因為這個 要練習一下 可能就很花時間的 主要是讓各位了解 那個錄製聚集 還蠻好用的 因為有些東西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寫完之後 他會幫你寫一些程式出來 然後你要懂得知道修改哪裡 這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日本上 VBA有個 還蠻好的特點 就是說呢 他裡面有錄製聚集 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這個也是其他語言沒有的 OK 我想沒有一個程式語言 會自動幫你產生程式 我想 看來看去好像也沒有 像 你說 一般熱門的程式語言 沒有這東西 那你要怎麼辦 沒有的話就沒有 你要自己要去 想辦法 OK 我們來試一下 錄製聚集 然後 首先 可能要把那個動作記熟 1到10 我注意一下 1放在A1 2的話呢 資料裡面的篩選 特別說篩選 關鍵字篩選 你會發現篩選 他 跟那個資料庫查詢非常像 你要查如果是數字 他會給你數字查詢 如果是 日期 日期時間 也可以日期時間 如果是文字 像這個是 關鍵字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 文字篩選 如果你是數字的話 他應該會跳什麼 數字篩選 如果你是日期的話 會是日期篩選 也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那我們這邊因為錄製聚集 我們直接來文字篩選 那如果你是 關鍵字查詢的話 一般是這樣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查詢 裡面的包含 所謂的包含是說 不管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後面 只要你有出現那個關鍵字 我都會幫你篩選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利用這個功能 幫你產生全文檢索 所以這邊的話 包含 假設我先給他一個字緣好了 中校東 比如說中校東路好了 OK 然後包含這個按確定 中校東路出來 接下來做什麼 Ctrl Shift 向右意思是說向右選取 Ctrl Shift向下是向下選取 什麼意思呢 把這個部分呢 選取 Ctrl C 再來切到 新增一個工作表 修改叫中校東 也許我這邊先 打個意思一下 修改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貼上 要做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 的欄寬 常用裡面有個叫 欄寬自動調整 OK 把它調一下 調完之後的話切回到地址 並且取消篩選 所以這邊有一個資料裡面取消篩選 再把游標放回到A1 完成動作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不過 因為呢 錄製聚集的時候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做錯的動作 他也會錄進去 OK 所以有可能會錄到不應該錄的 你想要知道 可能要把它刪掉 最後呢 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各位可以看到 錄完之後會有 我剛才沒改 就是這些 那你可以做什麼事 就是 把這上面 名稱可以改一下 然後 我以前的習慣是這樣 1 選取 2 依此類推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上面 1234 這怎麼來了 就這樣子 那分別 把它做完之後 就會是剛剛看到的 這一個結果 地址查詢 但是問題來了 剛剛錄完的東西 它的條件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個 Criteria 1 忠孝東錄 可是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查 忠孝東錄啊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S 就是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呢 我們配合什麼 Input Box 這邊有Input Box 這個Input Box 前面有用過了 我這樣就不贅述了 就是呢 輸入一個關鍵字之後呢 得到一個S 那這個S呢 可以把剛剛 忠孝東錄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改成 放進這個位置 那他將來查詢的時候 因為剛剛篩選的時候不是會變 會會會查出結果嗎 如果你輸入的不是忠孝東錄 是其他他就會查別的 可是後面都一樣 一樣選取 複製 新增一個工作表 特別注意喔 我有改動這一行喔 這個是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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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面 修改名稱 就是點name 就是工作表 這個是最後的 最後工作表的名稱 就叫做你輸入那個 比如說忠孝東錄 那就忠孝東錄 其他我想應該都一樣 OK 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有類似剛剛的效果出來 我們來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比如說查一個名稱 也許是 這個都查過了 一樣查 仁愛錄好了 比如說 他會把舊的先刪掉 因為我多一個 這個刪除功能 但是如果沒有那個 那個刪除功能的話 程式就會錯誤 我按確定 要不要刪除 是刪除 幫我查出一個 仁愛錄出來 那剛剛我又多一個 就是刪除那個功能 因為那個一定要加 如果你沒加的話 之前都有同學 就停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 一樣的名稱 會產生錯誤 那怎麼辦 我在這邊呢 獨立撰寫一個 這個 插入一個程序 叫做工作表 是否重複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底下的方法就是 for i 等於 第二個工作表 查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實際上就 去持工作表 點 你可以打個count 其實就是總共幾個啦 去著點count count就算 你幫我算算看 總共有幾個工作表啊 那如果有五個 他就告訴你五個 從第二個到第五個 幫我看看 如果那個名稱跟S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刪掉 那刪掉怎麼刪 點delete 有沒有 很簡單嘛 刪掉之後的話呢 那就離開這個for圍圈了 所以 底下我有增加一個這樣的程序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刮壺裡面 之前 我們剛剛講那個共用程序的時候 裡面刮壺是沒放東西的 不過 這個地方有放個東西 你想說 這東西是什麼用途 因為呢 我必須要判斷的 這個S是名稱嘛 那名稱 可是名稱問題是在哪裡 在這裡呀 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怎麼傳給他 特別注意 我剛好特別強調 這個刮壺 你如果沒有 他就沒有傳遞任何東西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傳遞 因為我要判斷 是不是重複 你需要傳遞 給他一個工作坊名稱嘛 你才能比對呀 不然沒有這東西怎麼比對 所以呢 我從這邊傳一個S給他 他可以接收到 OK 特別注意 這個邏輯 有點像是那個 我傳一個訊息給你 所以 他call之後 他會把這個名稱 比如說中下東路 傳到這邊 他接收到 再丟給這邊 去處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得到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這個刪掉 的一個 一個程式嘛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把剛剛那兩段 一樣放在雲端上面 應該是放在這邊吧 底下有個地址 查詢 這個call 工作表示我查 重複就是放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一段 這一段 跟上面這一段 把它複製貼過去就可以了 如果有時間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把這個 一直到 9的動作 最好重複做過一遍 自己再加上註解 因為我也是這樣做出來 這裡面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錄出來的 錄完之後呢 我只是去做修改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產生自己的 程序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寫 你至少還有 錄製聚集這個部分 可以去發揮 不過你要至少知道 做哪些事情 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再增加一個按鈕 給他就可以 但是 這個按鈕 最後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另外就是說 這個地址查詢的程序 這個剛剛的程序 你也可以套用在 其他地方上面 也就是說 把這兩段程式 以後你可以 拿到你要查詢的 那個Excel 的 檔案裡面 如果是文字查詢的話 你只要修改一下 幾個地方 馬上可以變成 一個查詢系統 幾乎都一樣 所以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哪些需要改 像那個範圍可能改一下 要查的欄改一下 其他差不多都一樣 所以 如何快速建立一個 簡易版的查詢系統 馬上可以用 而且這個我覺得 還蠻堪用的 因為我已經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刪除工作表這個解決掉了 應該這個還蠻好用 好處就是以後 你要 經常性的去 針對 某一個Excel的工作表 去做查詢 的話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時間 這個 是一個還蠻好的方案 因為他可以馬上幫你 把你需要的資料 幫你集中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這個導師還蠻值得推薦的 如何快速建立一個 所謂的那個查詢系統 因為以往的查詢系統 大部分都關係到 資料庫 但是實際上 你很多資料其實都在Excel裡面 那很多以前的做法是 可能他先把資料倒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再從資料庫再查回來 感覺有點舍盡求遠的感覺 所以這個範例主要就是 如果你想要用Excel 本身的篩選功能 幫你查詢資料 就可以用剛剛的範例 我們用的方法 完全不用寫程式 只需要學會 錄製聚集 並且做 裡面的一些 那個 變數的修改 就可以達到查詢的目的 所以 各位可以 試試看 把那個 裡面 比較重要的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 把雲端上面那個 123456 全部再做過一遍 但是我想過了 最好彩排一下 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個一定很容易做錯 因為這個 這個我剛開始做 也是做了好多遍 才慢慢 才 就是 比較流暢 或者甚至你可以 把我的雲端的那個動作 乾脆你就在手機裡面顯示 照著做 這樣就比較沒有問題 我可以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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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